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偶尔 让自己放一天假 起得比平时晚 感受慢活的节奏 在阳光温暖的早晨 怕了一会冷水澡 嗯 是在享受慵懒的小时光 中午有朋友来聚餐 我该选什么样的衣服穿好呢 在苦恼着 等会儿的六人份午餐菜单要准备什么 我想吃油镜小番茄 带一点酸酸香香的吃鸡味蕾 可是要配什么吃好呢 啊 有了 我会做一份手工面条来搭配油镜小番茄 我会做一份手工面条来搭配油镜小番茄 全蛋液制作的面条不仅仅香而已 我会做一份手工面条来搭配油镜小番茄 我会做一份手工面条来搭配油镜小番茄 加入一点经时间腌制过的香料油 让面条提升香气 一直都在研究食材的来源 我觉得对食物有所了解 是对身体健康的一种责任 也是对食材的尊重 和好的面团切成小份 用擀面器擀平 让面条的厚薄度适中 喜欢用手工切面 这样会让面条制作出来更好看 所有手工制作都必须经过无数次的成败经验 当然眼下烫面的功夫也尝试了很多次才找到满意的韧度 这是我腌制了一个星期的鱼镜小番茄 亲自投入制作才知道 脱水的程度如何影响番茄的成败 味道的吸收速度与醋的用量又是怎样的比例 这些都是时间才能告诉我的味道 另一份主食是酸种面包 酸种面包是其中一个我最为自豪的得意之作 蛋壳去掉后将蛋白蛋黄分开 然后蛋白切块备用 在蛋黄里加入美奶汁 搅拌均匀 到这里应该猜到是什么配料了吧 酸种面包通过自然发酵而成 因此发酵时间相较比较长 有些面包甚至发酵超过36小时 我用了日式三文治理最爱的美奶汁鸡蛋沙拉 做了一个开放式吐司 加上木须芽点缀 营养丰富而且清爽可口 制作面包的过程 虽然一开始战战兢兢的 重复练习很多遍 但是因为享受其中 所以变得很好玩 涂了一层橘子果酱 加上蜂蜜火腿 做了另一个颜值高的开放式吐司 今天聚餐的最后一个菜单也快要完成了 今天聚餐的最后一个菜单也快要完成了 是一个雪米茶开心火蛋糕 在几年前已经推出了这个食谱 只是因为最近在日本订了一批 从茶园子运回来的茶叶 所以又再一次的把这款蛋糕重新做一遍 同时将蛋糕外观的设计也一并换了新面貌 和舒服的人在一起 就像穿合适的衣服一样 自在和享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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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